称,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日前证实,他在美国的代表卡洛斯维奇奥,将在下周与美军南方司令部的一些成员会谈,以讨论委内瑞拉政权更迭问题。 此前,瓜伊多表示,他已经责成一名特使,立即接触美国军方官员,与五角大楼建立直接联络,寻求潜在军事协作,从而向马杜罗斯加更大压力。 詹姆斯号巡逻舰 5月10日,委内瑞拉海军事出公告称,委海军9日成功驱离了一艘企图靠近拉瓜伊拉港的美军海上巡逻舰。 有报道称,这艘美军舰被驱离时,距离委内瑞拉海岸,仅约14海里。 根据美方资料,詹姆斯号巡逻舰,是美海岸警卫队中,搭载装备最先进的舰艇之一。 配备有现代化监视和侦察装置。 美海军曾表示,该巡逻舰可以作为执行海岸警卫队,及相关机构更复杂任务,以及国家安全任务的指挥所。 从外媒报道看,应该说这是美国一个非常明确的试探,而且也是一个很明确的逼近。 美国试图把压力压到委内瑞拉整个海岸线,拉瓜伊拉港它本身离加拉加斯很近,大概就是11海里。 所以这次詹姆斯号巡逻舰,进入十次海里,相当于距离委内瑞拉领海,只有两海里。 这个距离已经相当近了。 而且詹姆斯号巡逻舰很先进。 它是汉密尔顿级的的升级版,是21世纪以后才开始生产和装备的。 而且它是按照美国作战舰支的效能来配备的。 比如说,它吨位首先比较大4500吨。 而且它上面加装的是和作战舰艇一样的电子侦察系统。 有强大的电子干扰装置,可以获取对方的情报。 即使这次詹姆斯号没有接近到离对方更紧的地步。 但是这种侦察意图也是很明确的。 再加上詹姆斯号是有武器的。 包括有57毫米的舰炮。 另外有密集阵程序的导弹系统。 所以我觉得虽然这次美国用了这样一艘海警船来做试探。 但是本身这种强闯的意思也是有的。 如果委内瑞拉海军这个时候没有反应。 没有很快的派舰艇驱赶。 我想詹姆斯号这次可以逼近到更近的程度。 所以现在美国应该说它释放了很多资讯。 包括美军南方司令部下个月,很可能会派它的接近7万吨的医院船,前往委内瑞拉。 以海上人道主义援助的名义。 只要委内瑞拉国内有需求,它就可以上到这个船上。 这明显是一个对别国内政的直接干涉。 意图暗示谁愿意跟住美国走你可以直接上船。 所以我觉得美国当前这种巨量,就是要把事态进一步推高,而且搅乱委内瑞拉内部阵营的团结。